谭老师 我知道肺结结它是分凉恶性的 如果说是恶性的结结可能会演变成肺癌 那我们说甲状腺结结是不是也分凉恶性呢 是结结越大它就越严重吗 甲状腺的结结也一样 就像刚刚你讲的也是分凉性和恶性的 而且有一些是最开始长就是恶性的 还有一些是最开始长的是凉性的 随着时间延长它变成恶性 所以甲状腺的结结呢严重与否 不一定和直性的大小相关 和它的性质相关 恶性的是严重的 良性的相对来讲呢好一些 所以即便结结大 但它如果是良性的可能也不那么严重 结结虽然小但它是恶性的 那也需要你马上去要处理 我们再来看啊 这个了解中国平方球的都指的是王楠 是在05年备章奥运期间 换了一个甲状腺癌 但最终王楠是凭借着自己这个坚强的意志吧 和家人的鼓励陪伴 就战胜病魔了 人家现在是好人一个 他倒是有很多人也关心这个事 如果说确诊是恶性的甲状腺癌了 这治愈率高不高 甲状腺癌呢 我们医学院管它叫懒癌 进展比较慢 恶性程度相对低 育后比较好 我们17年辽宁省的数据看 甲状腺癌的10年生存率99% 20年的生存率是98% 换句话说 20年以后 100个甲状腺癌的病人 还有98个在活着 所以它和其他的恶性肿瘤相比 育后是非常好的 所以我们观众朋友们 如果确诊了甲状腺癌 也不要压力那么大 天没塌下 积极的手术治疗 效果还是很好 网友惠妃就提问了 说之前体检结果显示 甲状腺癌结结三级 但自己没有症状 是这种情况用治疗吗 三级应该99%的可能性 是良性的 而且还没有症状 所以这样情况是不需要手术的 但它需要每年内 做相关的体检 我们这儿有一位朋友 正好就问了 甲状腺癌结结4A类危险吗 4A类是一个分类吗 这个是甲状腺癌一个分类 甲状腺癌分一二三四五级 如果要是说三级以下 应该是99%的可能性 是良性的 如果要是五类 那就基本上99%是恶性的 4级就分4A 4B和4C 4A一般是10%到30%左右 这个恶性可能 4B30%到50%的恶性可能 4C50%到70%的恶性可能 所以4A级我们讲这个结解 应该说良性可能性 是真的 5B30%的恶性bole